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别忘了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 由纵波和横波两种形式的机械管理 当纵波从地下阵源开始离开地壳 到达大气层时会以声波的形式继续传播 而传到飞机时只是变成了小于20赫兹的 但是人类是听不到的声音 而且地震波会沿着空气慢慢的消散能量 于是你就察觉不到这震动 因此就算地震波真的飞到了三万英尺的高空 经过层层衰减效应 到时会被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掩盖过去 因此你在飞机上是察觉不到的 地面上地震的感觉 因此你在飞机上听不见地震声 也不能直接的感觉到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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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